唐山烧烤店暴力事件发生后 这张照片格外引人瞩目 打人的嫌犯开着当地价格400多万台币的豪车 连夜从河北逃回江苏 而且他的车牌还是一般人很难买到的7777连号 这就让人对嫌犯背后的财力跟视力引发联想 此外 大陆公安部没有让唐山市警方侦办这起案件 而是由河北省公安厅指挥廊坊市公安局跨区办案 也让网民质疑是不是连警察都沦陷了 不止如此 几天以来还有很多网民拿着身份证自拍 使民控诉自己遭到黑帮袭击 这起事件除了引发大陆网路舆论 对各地黑帮势力的讨论 也让大陆女权问题受到国际舆论关注 美国媒体CNN系数几年来 中国大陆各地多起女性遭到暴力袭击的案例 并指出这一次被害人的无力感 总算引起全中国的共鸣 TV新环 柯胜雄 庄志伟综合报道